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颗平安心 百年一安宁 本栏目由一安宁玩 独家冠名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中华医药节目 我是主持人董立平 说到采摘可能您并不陌生 从春天开始我们就可以摘蕨菜 挖季菜 然后采草莓 一直到摘西瓜 摘葡萄 可以说春夏秋冬四季之味 我们都可以通过采摘来体会 但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位阿姨 她采摘的东西您可能从来没有见过 那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看 雨波是南京市中医院治胃病中心的医生 听说朋友的妈妈纽阿姨 周末要上山采摘一种 有着特殊功效的食材 一向喜欢食疗养生的她 也赶过来一探究竟 爬到山上 鹰不眼帘的是一棵结满果实的杨梅树 哦 原来牛阿姨是来摘杨梅的 可是摘杨梅也算不上很特殊啊 其实牛阿姨连看都没有看杨梅树一眼 而是朝着边上灌木丛的方向去了 这个都是 这一盆都是 哦 这一盆都是 都是 这一盆都是 但是它的树你看看它不一样的 它是发紫色的 哦 这是这个是那个茎 这个根是吧 不是根 下来的树枝 哦 树枝 放着水淋淋的杨梅不摘 牛阿姨看到这棵不起眼的灌木 似乎很兴奋 那个树叶呈墨绿色 感觉并不鲜嫩 但牛阿姨摘得很起劲 摘这个树叶到底有什么用呢 我们知道这对人吃的身体很好 有增加头发 乌黑多用 哦 就是 哦 看来你们才是专家 很早就会应用这个植物 对 我们是老祖宗传下来的 我们自己 我们都听了老祖宗的话 才知道吃这个东西 哦 但是我们每年都吃 啊 摘这个树叶吃 吃这个树叶对身体好 而且有乌发的作用 这听起来 怎么感觉有点怪怪的呢 你就像我父亲吧 我父亲到那个八十八岁 过背吧 他的头发还是一般是黑的 都是白的 因为他们小时候一直经常吃的 来到牛阿姨家 牛阿姨特意找出了他父亲的照片来证实 我爸还有一张照片在我这里 我一直保身着 他那个时候已经八十多岁 头发还是乌合乌合的 这是牛阿姨的父亲 八十八岁高龄时的照片 照片上的老人不仅精神绝朔 而且那一头头发确实浓密乌黑 看上去很年轻 头发还是乌合乌合的 我是跟我父亲不能比了 我已经白发 我像我妈 我妈老早就白发多 但是我父亲好 他因为他 可能是他喜欢吃吧 他要吃就是一大碗 一大碗的吃 他特别喜欢 所以我们一年中 要吃好几次 想到吃了 我们就到山上去采 采了回来就做 牛阿姨说 他父亲上了年纪 头发还乌黑 是跟爱吃那个树叶有关 可是那么老的树叶 怎么吃啊 第二天 牛阿姨真就用采回来的树叶 做了一锅美食 揭开锅盖一看 这不是黑米饭吗 这个乌饭真的 糯米能做 糯米就做不来 黑是能黑的 但是没有那个鸟性 它吃起来没有那么好吃 所以都是喜欢糯米做 就是他喜欢 想到喜欢吃了 就叫我们 跟我妈说 说了我们就到山上 去采一片回来吧 采一片回来 我妈就帮他弄 弄了我们也吃 原来 牛阿姨的父亲在世的时候 最爱吃 用那种树叶做的一种糯米饭 当地人把它叫做乌饭 让人感觉有些奇怪的是 绿绿的树叶 真的能把白白的糯米变黑吗 粘到那个汁出来 但是你看看现在是不黑 你去搓的话 你不太熟到的话 一上手粘得黑黑的 哦 这种能把手染黑 而且吃了能让头发乌黑的叶子 到底叫什么呀 我们当地喊这个植物叫什么 叫 这是无锡化 马山化 用那个普通话你还会说 我不会说 那你们是东西说的什么呀 我们东西叫 就是蓝竹叶 这种杜鹃花科植物 由于具有染色的功能 中国古人给它起名叫染疏 后人叫它南竹 它的叶子就是南竹叶 早在唐代的医学典类 本草十一当中 就有关于南竹叶的记载 认为它可以强筋益气 而纽阿姨说它可以使头发乌黑 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南竹叶在综艺学上认为 它是清干明目 能够自补干肾的 所以说你讲 前面讲就是白头发 容易延缓的白头发 容易乌黑 乌黑头发 这个都是有根据的 所以多吃是有好处的 这看上去其貌不扬的南竹叶 却有着这么多的好处 难怪纽阿姨 要翻山越岭地到处寻找它 现在这个树叶很难找 因为不多 现在不多 树叶不多 对 所以我说刚才找了一大圈过来 好像看不到很多 对 这个地方好像有比较发红的 这个是嫩 嫩叶子 就是那种非常墨绿的 就是比较老了 对 这个颜色的叶子 跟老的绿叶子有什么区别 这个嫩的打枝的时候好打 打枝好打 打枝也好打 这个老的打枝的时候很难打 因为它老了 枝是很多的 能打出来 杜甫赠礼白诗里写道 岂无清金饭 使我颜色好 苦发大药滋 山林 记如扫 其中的清金饭 说的就是乌饭 说明 食用乌饭养生的习俗 在唐代 已经很流行 可是 这个乌饭 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男竹叶摘得差不多够了 他们静止来到牛阿姨家 只见牛阿姨先把男竹叶用清水清洗干净 然后拿出了手套 拿 带上水套 不然搓的话明天的水就是黑黑的 洗不掉了 好的好的好的 带上水套也好一点 而接下来 牛阿姨用来处理男竹叶的工具 让鱼波有点吃筋 也忍不住想尝试一下 搓衣板我们一直在用 小时候我们都会用 但是第一次用搓衣板来搓这个叶子 用搓衣板搓树叶 这还真是头一次见 看着用力的架势 好像比搓衣服还要费劲 这个要搓一般多长时间 这个很快 搓到熟了就行了 你讲的熟什么意思 熟就是叶子就烂掉了 烂掉了 对 烂掉 男竹叶的叶片又干又硬 要完全搓烂 还真是不太容易 那为什么不用现代一些的方法来制作呢 现在我看好像有的人家可以用那种 就是炸鸡机这样的 炸鸡机可以 那个更简便 对 更简便 但是就没有这种手搓的乐趣了 对 一般好吃的东西都是手工做出来的好吃 要闻到这个味的话有一种清香味 对 还要搓 搓到要碎 要很碎是吧 叶子 看不出叶子 哦 这个是个体力活 对 炸鸡机呢 它炸的没有这个浓度的 浓度很厉不少 因为我们这个是 它炸鸡机是炸出来 叶子不会这么碎 哦 对 两个人轮番上阵 大约搓了有十来分钟 叶子终于搓成了牛阿姨满意的样子 接下来就要把叶渣过滤掉 只留下绿色浓稠的枝叶 然后牛阿姨拿了一些白糯米 用南竹叶的枝叶把米泡上搅拌均匀 经过了从采摘到制作的复杂过程 鱼博有些等不及想尝尝这饭的味道 是不是这样搅了一下 然后我们泡一下就可以去蒸了 不可以 要到泡一个晚上 到明天早上烧 颜色又好 再说香毒又浓 绿色的枝叶和白色的糯米 经过一个晚上的浸泡融合 它们到底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第二天一早 鱼博就又来到了牛阿姨家 阿姨总 您好 这个米有得泡好吗 好了 泡好了 我看一下 好 这个米是黑了全黑了 对 都黑了 我原来以为是泡出来是翻绿的 这还是真黑的 都黑了 黑又亮 烧出来还要更加漂亮 好 经过了一夜的浸泡 汁叶还是绿色的 而米却已经开始变黑 牛阿姨把糯米连同南竹叶水 一起倒进高压锅里 根据经验调整好水量 就可以开始蒸制了 二十分钟后 香味开始飘了出来 好了 一起 好 哎呀 又黑又亮 哎呀 对吧 嗯嗯 香香香 老婆 快点 好 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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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米瓣了 我去找 好 黑米瓣了 对 我尝尝 黑米瓣来了 香喷喷的 特香吧 哎呦 黑米瓣呢 要热的 开锅 就吃 这个就是香 上得不得了 有一股清香味 在中国 很多地方 很多地方都有吃乌饭的习俗 有的在清明前后吃 有的是在每年的农历三月三吃 有的是在每年农历四月初八的时候吃 而有的是在立夏时节吃 不光各地吃乌饭的节日归属不同 吃的方法也有区别的 黑油油的乌饭闻起来已经很香了 不过 无锡人 在吃之前 还要加些东西 这个黑米瓣呢 吃的时候呢 要放点糖 多一点也可以 再放点猪油 猪油可以多一点也可以少一点 这没关系 再搅一下 这个糖放下去以后呢 吃的就甜了 有些甜味 猪油的 是什么意思呢 就嫩滑了 就光光地吃下去 不然的话它粘的 对 这个乌鸣饭特别粘 要加猪油拌一下 又香又容易吃下去 对 又香 果然 拌了糖和猪油以后 非常好吃 你看 我的乌饭 猪油 哎呀 哎呀 你你姐辛苦 太好了太好了 好吃 那要不要再吃第二碗 要 老板再来一点 再来一点 好 那刚才短片当中的 南京市中医院 智慧病中心的余波主任呢 也来到我们现场 欢迎您 谢谢主持人 嗯 刚才我们看到片子当中 这个乌饭啊 有黑发亮的很诱人啊 不知道味道怎么样啊 非常的清香 闻起来 然后你吃到嘴里面啊 就一种软软落落的 也是很香的 我今天也带了一碗 哦 是吗 这个就是是吗 看一看 哎呀 真的是 油黑发亮 特别的 看上去让人很有食欲啊 你蛮尝一下 好的 那我就不客气了 说实话 我还是第一次吃这个 甜口的乌饭 以前在西餐厅吃过那个 墨鱼汁饭 也是这样 那个不一样 跟我们今天带来的 不一样的 对对对对 我尝一尝 嗯 清甜爽口 而且好像有一种 特别的香气 对对对 里面有一个特殊的成分在里面 刚才片子当中呢 牛阿姨也说了 她的老父亲已经八十多岁了 但是头发就还是黑黑的 跟这个她的父亲喜欢吃乌饭有关 对 那特别想问您的是 这里面加了一味什么 这里面就是有了蓝竹叶这个汁 蓝竹叶是一种什么样的植物 蓝竹叶呢 在我们中叶认为它是一种中药 也是一个就是野生植物 是这个吗 对就是我们现场这个 对 它有什么样的这个这种功效呢 你看这个蓝竹叶长得是其貌不扬 但是呢它在我们这个中药里面 也算是一个比较很好的一个自不甘肾的 一个中药 它蓝竹叶的话 在我们这个本草经书里面 我们把它这个认为啊 它这个蓝竹叶是归属于心脾肾三斤 所以说它那个对这个甘肾的自不特别好 长期吃这个蓝竹叶这个汁啊 可以就是对我们头发起到一个无黑亮地的作用 刚才您说蓝竹叶是可以滋补甘肾 对 那为什么甘肾得到滋补以后头发就黑了呢 这个中医认为啊 发为血之鱼 头发呢跟这个甘血是很有关系的 甘血充裕 对它这个头发的生长是起到一个很关键的作用 另外孙志华在发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圣经啊它的充足 也对头发的性能代谢产生很重要的影响 所以说自不甘肾 能够自不甘肾的东西都是对头发有好处的 蓝竹叶就是这样的一个代表 据我了解是黑芝麻好像也可以 对 黑色是组织嘛 组织 明白 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判断 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的朋友 它应该是这个甘肾功能是非常好的 对 就是是其中一个表现 一个反应 明白 既然蓝竹叶它有这样的功效 我们把它煮水吃就好了嘛 就为什么还要这个制作过程吗 也是有点繁琐 这个午饭 那为什么一定要配着糯米来这样吃呢 这个糯米的话本身是 就是有这个温补这个脾胃的作用 同时呢也有固色的作用 这它蓝竹叶的话 它是本身就是有这个自补干肾的这个作用 这两种一结合起来的话 对于说它的功效更加全面 对于我们人体啊 包括这个脾胃啊 包括我们甘肾 都有很好的一个补益作用 一句人 我们平常也会吃这个 学名叫做紫米饭 我们平常也叫黑糯米饭 也会吃到 那不知道这个黑糯米饭和乌饭 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它这个呢是 其实水稻的一种 一个少数品种 明白 它一般是生长在就是云桂川啊 这些地方 产量也比较少 但是呢它是天然的 不是我们经过蓝竹叶的染色染成的 对 所以说它的功效呢 就比较局限 就刚才我讲的 就是它是糯米的里面呢 就是比较温补脾胃的 对一些比如说容易拉肚子啊 像这些或者是消化系统 这个方面 它可能有它的一定的那个 营养作用 但是我们这个五米饭 加了这个蓝竹叶 这个叶脂的以后 两个混在一块 它的营养价值就比较全面了 也就是比这个单纯的这个 紫米做的这个 黑米饭 或者叫五米饭 要更好 但这个制作过程 还是比较繁琐的 对 你看片中 看到那个柳阿姨 还包括我 我也刚才学的 就是我们用搓一碗 对 把那个这个汁啊 手工把它搓出来 这就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 用榨汁机不就好了吗 那个时候没有条件 没有榨汁机 只好用搓 现在有榨汁机了 我们可以有替代啊 这个想法也是大部分人的想法 但是呢 因为榨汁机啊 它是高速旋转啊 它那个离心作用啊 它里面会产生热量 产生热量以后 它会破坏 我们蓝竹叶里面的有效成分 所以说 从营养角度来讲的话 它会就是 丧失了一部分的营养成分 而且从食物的角度来讲 我们有时候会觉得 手工的做出来 不知道什么原因 味道好像更香 对啊 我们平常这个 这个做的 比如说吃的那个肉圆 我们用手剁出来的馅 和这个绞肉机绞出来的 真是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 对对 余主任那您之前吃过乌饭吗 以前吃过 以前只是在寒食节 就是清明前一二天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才吃这个乌米饭 现在呢 其实在我们南京啊 就包括很多地方 乌米的乌米饭 一般都是要包上那个油条 这个吃法不太一样 就要撕米饭 然后那个就是 传统的这个乌米饭 你看那个 这个阿姨 她们自己家吃的时候 一个加白糖 还加猪油 加猪油 对 就是更加香 为什么要加猪油呢 因为它那个糯米嘛 这个比较黏 然后加猪油以后 一个是比较滑 对 吃的比较滑嫩 另外一个就是 猪油本身来讲的话 也可以帮助消化 帮助这个糯米消化 是帮助消化的 对对对 而且也比较 颜色会更加好看一些 对它也可以滑肠嘛 可以润肠 明白 对 于主任看来您这次 是不需死刑 对对对 我觉得收获满满的 因为我见识了最正宗的 可能你讲的 最传统的一种 就是乌米饭的做法 这个 但是我也开了个眼 比如说你刚才讲的 用搓衣板 来把这个南竹叶 这个汁搓出来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 我觉得特别好 非常非常 就是符合我们中华的传统 而且我也了解到 这个南竹叶是非常不易得的 我们看到您也是去到了深山里面 才采摘到了南竹叶 因为它是野生的是吗 对对对 南竹叶长的就是 在这个深山里面 它也就是一个灌木虫 本身来讲的话 它个子不高 你只要到跟前了 你就能采到 但是它偏偏长的是山上 不是在平地上面 明白 本身这个树 生长周期也比较长 它就像成采的机会 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这个树上面有记载的话 它可能要长七八年 才能看到就是这个 我们现在这种树叶 刚好它的这个本性啊 和我们这个乌饭的制作过程 也是匹配的 对对对 用搓衣板搓树叶 用树叶的枝叶泡米 据说这样做出来的米饭 能乌发 对 香喷喷的 香喷喷的 它那个时候已经八十多岁了 头发还是五合五合的 白色的玉苗 黄色的桂花 具有百年历史的甜品 化身缤纷下午茶 又能卵味 又能补充气血 都好 好的 天然健康的美食 来自民间的智慧 巧用食材挑五脏 中华医药正在播出 我觉得您也是一位美食的行家 那您平常会下厨做饭吗 我谈不上这个美食的行家 但是我喜欢美食 前几天我还做了一个甜点 给我们那个同事到我们家来玩 我也做了一点甜点 是吗 那我特别好奇啊 于主任 你给大家做了一道什么好吃的甜品啊 我做的这道甜品的话 是既好吃 又有美容养颜的效果 哦 您说到美容养颜 我想电视机的观众 可能都在摩拳擦掌 想要学一学了 对 这个制作其实也很简单 是吗 但是呢 它的疗效 功效 它是非常棒的 好 那我们想 马上到您家去看一看吧 好的 好的 欢迎 周末的午后 余波单位的同事应邀来到他家 通常这时候 余波都会亲自下厨 给他们露一手 主任啊 您在给我们说什么好吃的呢 先让你们认认这是什么东西 芋头吧 小小的 我们叫芋苗 叫芋来 跟那个大芋头不一样 有个很可爱是吧 对 说起芋苗 广西人想到的 是芋头的金干 就是这个 而南京人指的 肯定是芋头旁边 派生的小芋仔 这就是余波所说的芋苗 主任啊 我们吃芋头有什么好处啊 它跟那个 我们平常用的这个山药啊 很多功能是相似的 所以说 比如说我们这个山药 有这个健脾益器啊 和补益的这个作用 我们这个 这个芋头它也有 但是呢 这个芋头呢 还有这个 很明显的一个通便作用 因为它纤维素含的比较多 所以说这个芋头的营养价值很高 对我们一些消化不良 也有很好的这个治疗作用 芋头营养价值很高 做法也很多 可以煮蒸 煨 烤 炒 烩 拌 烹 入荤入素 都很适宜 余波今天打算怎么做呢 直接烧也可以 比如说我们听过就是这个 这个广西有芋头燕 它可以有很多种做法 我们今天呢 等一下我给你们这个做的 就是不是那种什么红烧啊 那种 那种 常规的做法 烧热啊 我给你们做一个甜羹 甜食 我晓得你们爱吃甜食 对 是吧 是的 芋头洗好了 把水烧开 直接上锅 把它用大火蒸熟 语准我想问一下 这几个罐子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 啊 马上跟我做的东西有关系 这个应该就是我们喝的这个桂花 对 黄色的是桂花 这个是红糖 对 这个红糖呢 估计你平常是喝不到 但是你女朋友可能喝的比较多 对对对 这个我知道 这个我知道 那这个是红糖 那这个肯定就是白糖咯 真聪明 但是呢 打错了 这个是藕粉 这几个罐子里准备的 都是一会儿要用到的配料 有红糖 有藕粉 还有一罐桂花 其实我们以前学校就有一棵桂花树 没到那个桂花生开的时候 我觉得特别香 还是蛮香的 对 我们喝的茶就是桂花茶 哦 外部的感觉蛮纯香的 嗯 但其实这个桂花茶 我是很好喝的 平时都喝一点玫瑰茶 呀 玫瑰花呢 它是偏重于活续 这个 所以说 女孩喝玫瑰花茶 有一定的好处 但是桂花呢 有一个 呃 跟它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桂花是新温的 所以说 它还有一些叫散寒止痛的 对一些比如说 像女孩的这个 这个 童筋啊 呃 对一些比如说这个 这个胃寒的 这些导致的一些 胃完不舒服的 呃 治疗 还有一些比如说 寒心的头痛 有点会头痛 对治疗 这些治疗都有好处 另外它也跟那个玫瑰花一样 也有一定的去半作用 那太好了 嗯 像我经常平时还有偏头痛耶 嗯 今年就开始喝起桂花茶 对 它那口感也好 这个喝起来也不难喝 所以说我觉得你坚持一下 肯定会有好的反应的 好的好的 其实偶粉我觉得好像 对女性也特别好 平时好像 应该有一定的滋液效果吧 我觉得 嗯 它呢 就是偶粉呢 它是 比如说它偶啊 是生的偶的话 它是有良性的 变成偶粉以后啊 它就一个就是良性 到温性的这一个转变 所以说这个偶粉啊 不光有一点的这个良性 就是有点这个程度降低的 但是它还是取得有点良性 再加上温性的话 它有两种作用 一个是凉血和骨血 同时呢 它还有一些就是 我们讲就是 生肌的作用 因为它是粉末状的嘛 对于我们一些胃黏膜啊 一些修复很有帮助 嗯 所以说 对于我们这个胃病啊 包括可干的啊 这种 你敢讲的 就是滋阴的 需要滋阴的 这是也是有用 大家聊着天 喝着桂花水 同时把芋头也都包好了 看着桌上这几样配料 桂花 红糖 藕粉 再加上小玉苗 南京人其实已经知道 于波今天要做的 就是有这一百多年历史的 秦淮美食 桂花糖玉苗 制作这道秦淮传统美食 并不复杂 先把适量的藕粉 放进砂锅 加入凉水 冲调均匀 然后 根据自己的口味 加入红糖 就可以开始小火慢煮了 略微搅拌一下 不用等到开锅 就可以加入蒸熟包好的玉苗 然后放上适量的桂花 接下来要做的工作 就是不停搅动 防止粘锅 等到藕粉从白色 渐渐变成透明 红糖融化 颜色变深 桂花飘逸在其中 把小玉苗整个包裹住 这道香气四溢的桂花糖玉苗就做好了 怎么样 味道怎么样 蛮不错 蛮不错 来个吃的味道 有味道它的香味 香味很浓稠 这个甜味怎么样 甜味很浓稠 好 好 这个做下午茶挺好的吧 是的 因为都不喝奶茶了 敢喝糖玉苗 对 又能暖胃 又能补充气血 都好 好的 对我们的身体非常有好处 口感也有好 好不好 我们自己做 我们自己做口感也能保证 纯水工不添加 对 纯水工不添加 好 原来您做的这道美食叫桂花糖玉苗 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配料主料都在这里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 芋头 小芋头 对 这个是桂花 桂花 对 这个是我们藕粉 藕粉 这是红糖 那想问一下 刚才您做的这道甜点 它是美容养颜功效吗 不知道在这里面这个颜值担当是哪一味 就是我们这个芋头 为什么呢 这个芋头的话 中医认为芋头是性贫的 非常适合每个人 绝大部分人 它最主要的一个疗效是什么呢 就是补中医气 然后健脾异味 可以伸筋的作用 这个筋液是非常有帮助的 对我们的皮肤 比如说皮肤要水嫩水嫩的 这里面这个水 其实就是按照我们中医讲的 就是我们的筋液 所以说常吃芋头 常吃我们这个糖玉苗的话 可以保持我们这个筋液的 肌肤的这种有弹性 明白 补水 补水 补水有时候不一定是靠补水喷雾 其实还是要靠吃 对对对对 不一定要面膜什么 但是我们就要内氧 内浮的东西 很多它是有这个 达到这个效果的 那我想我肯定要多吃几口了 你多吃几口没问题 但不能多吃几碗 为什么 因为这个糖玉苗 这个特别是芋头 多吃的话它容易消化不良 所以我们就是说 任何事情都是过犹不及 对对对 再好的食材吃多了 对一个要针对自己的体质 另外一个要适量而止 桂花糖玉苗 在南京的话 是一个非常普及的一个甜品 它跟桂花蜜枝藕 梅花糕 还有赤豆酒量小元宵 这四个组成了我们就是 南京的话 比较有名的 非常有富于人情味的 小吃甜品 您说的这四个小吃 我都吃过 的确是很好吃 对一看就您就喜欢吃甜品 对我喜欢吃甜食 对对对 那我知道这个桂花糖玉苗 其实以前的时候 也只能是在一定的季节 才能吃到是吗 对 芋头的话一般是到 比如说七八月份 才能成熟长大成熟 八月又是桂花飘香的时候 在这个糖玉苗里面 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就是我们的桂花 对那我们今天这里 正好有桂花的这个 这位材料 对 它是不是还可以泡水喝 对对我们就是可以 泡水做成这个桂花茶 那我们不妨沁一点来喝吧 好的好的 我来沁一个桂花茶 好的 我想这个桂花茶 应该泡出来的颜色也会 对金黄色 它这个要泡多久呢 这一般泡个五分钟左右 五分钟左右 因为花性的话 它都是有绘化的绘化作用的 所以说一般来讲的话 时间比较长 尝了以后 它这个香味就是有效成分 它可以它就跑掉来 绘化掉了 那这个桂花水 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功效 桂花本身来讲是性温的 我们中医认为它也是一种中药 性温它温阳作用比较强 然后呢同时呢 它本身也是芬芳的 它也属于形气作用 形气嘛 这个气型的话 它比如说可以 可以比如说止痛 形气止痛 同时呢可以解瘀 比如说有些人爱生气 喝点这个桂花茶 他也觉得好像气也消了 还有一个同时呢 因为是温阳嘛 对一些温不脾胃 你比如说胃寒的病人 老是觉得这个胃里面 好像不能这个吃冷东西 吃冷东西容易拉肚子 像自己人的话 都适合用喝这个桂花茶 我看那天片子里面 您的同事 在您家里喝的 就是这个桂花水 是吧 对对对 这个本身来讲桂花 对美容养颜是很有帮助的 因为从中医角度来讲的话 你比如说温阳了 很多它脸上的这些 比如说这个像斑啊点啊 都是我们讲 就是属于硬寒物质 所以说有温阳作用的 是同时的话 对自己整个的这个 我们讲那个脸色也有好看 还可以驱斑 对还可以驱斑 好的 那我们不妨来驱驱斑 喝一点这个桂花水 谢谢 我来倒一点 这个颜色现在很好看了 金黄色 金黄色 就是桂花 其实就是桂花本来的颜色 对 来您请 好 谢谢 尝一下 尝一下 闻着就有一种桂花的清香 对对 它已经完全把这个桂花的香气 给这种芳香的 对对 这个物质已经冲泡出来了 对冲泡出来了 花茶的话就是不宜时间长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它这个香味很容易就是泡出来 但是可不可以说这个桂花茶 这样一杯水放时间久了 也许可能香味就跑了 就淡掉了 所以一定要及时喝 对对对 就是有一种唇齿流香的感觉 对 喝完一喝心情会感到很愉悦的 是的 好像芳香类的物质 都会让人感觉到这个 对对 心情舒畅 对对对 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名贵的 那就是桂花露 就是桂花用蒸柳的方法把它蒸出来 就是形成的这个灵露 这种桂花露的话 因为量很少 所以说比较名贵 那《红楼梦》里面有一段 是描写这个桂花露的 是怎么讲的呢 就是西人 西人有一天 他拿出两个那个就是很精致的这个瓶子 这瓶子上面有个标签 上面写的叫沐溪清露 沐溪就是北京的地名叫沐溪源 知道 这个沐溪 这个沐溪指的就是桂花 当时这个贾宝玉 看到以后就觉得特别新奇 这个是好东西 然后介绍一下 他就拿来如获至宝 然后品尝了一下 觉得特别清香 就是说明什么呢 因为桂花露还是比较稀少的 连这个出生豪门的这个 我们贾宝玉都不太识货 都不认识它 明白 明白 那桂花露它的功效是不是和桂花水比 是加倍了 是加倍了 因为它浓缩 浓缩刚才您说的 浓缩就是精华 这个在某种方面来讲 它的功效可能就是更加强烈一点 更香一点 那我想问一问 这个桂花水 有什么人是不适合喝的吗 对 刚才因为我讲的 就是对一些虚弱的 或者是叫什么 就是虚寒的 这样的人是比较适合的 但是比如说它那个脾胃 它湿热 你看表现是什么呢 容易比如说口臭 容易感觉到这个胃口特别好 特别饥饿 但是呢就是又吃不下东西 容易有这种胃嘈杂感 就是胃热嘈杂感 这种人的话 还有一个比如说大便比较黏 比较这个黏马桶的 这种人的话是偏于就是脾胃湿热的人 这样就不太适合喝这个温馨的这个胃花茶 就是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喝 对 很多东西的话 就一定要看自己的体质再选择 这一道甜点桂花糖育苗 我们说了育苗 也说了桂花 就是这个糖还没有说 那么在这里面加的糖 必须得是红糖是吗 对 红糖 红糖这个跟白糖还是有区别的 虽然它们都是遮糖加工的 但是这个红糖加工工艺 它们不一样的 这个红糖很早 我们中国就开始使用了 在《本草纲目》里面 记载的那个砂糖就是红糖 它是有和脾缓干作用 就是补脾不干的 然后同时又补血活血的作用 目前来讲的话 我们讲红糖 对女性来讲的话 是还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本身也是有温性的 本身也是活血的 又是补血的 所以说对我们一些 比如说一个美容 养颜 这方面有帮助 另外一个对一些虚寒的 就是特别是痛经 还有一些比如 产后的恶露 这个方面都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而且它不是像白砂糖 那么的特别特别甜 它甜度并不是特别高 所以说它就是 不会像给产生一种 特别腻的感觉 对 所以说这一碗甜点 是非常非常适合女性来吃的 所以它这个养颜美容的功效 养颜美容功效特别好 这几位配在一块 那其实刚才的这个桂花糖育苗 这个名字里面 其实还少了一味食材 就是您说到的藕粉 对 藕粉的 它本身从肾藕 变成藕粉 它保留了它这个健脾异味的作用 首先它健脾异味 对 第二个 你看这个我们讲这个藕的话 它是中空的 对 你看横断面有很多的那个孔径 是 取位比相的话 它就是一个通畅的作用 通畅的作用的话 特别对比比如说我们血管 我们就是微循环 对比说有清除垃圾 保持我们血管健康的这个作用 同时对一些比如说 按照现代医学角度讲 里面有很多的抗氧化物质 这个抗氧化物质的话 越多 它可以讲是对我们的皮肤 对我们美容越有好处 抗氧化物质在某种方面来讲 就是延缓衰老 所以说这个粘藕 在这个糖玉苗里面 制作里面虽然没有名字 但是它也是一个 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缺了它不行 而且它同时也发挥了 很重要的美容养颜作用 你看我们刚才喝了这个桂花茶 保持我们心心苍快 心心愉悦 再吃上这个粘藕 让我们通畅 保持身体的这个平衡 就是说这一碗小小的 桂花糖玉苗 它里面有很多的讲究 那其实主要还是说 让我们的身体 调理顺了以后 才能够气色好 对 气色好自然就美容养颜了 对对对 所以说你别看这个 桂花糖玉苗 这小小的这一道这个甜点 就是四味原料 但是这四味原料的话 每个这个功效都是不一样的 这个芋头的话 对我们皮肤啊 都是有一种抗氧化的作用 可以补水的 然后呢 桂花 可以解鱼的 形器的 这个藕粉本身来讲的话 又有健脾异味的作用 所以加上一个红糖 又有温阳 又有补血 又有活血 所以这几位加在一起 组成了我们这一道甜点 适合我们广大的 很多这种 比如说偏虚寒一点的 这种女性 长期喝这个 长期吃这个甜点 是非常犹豫于身体健康 也对我们皮肤的这个弹性啊 皮肤的美容啊 都非常有好处的 不光味道好 而且还养颜 对 养颜 关键的是还养生 对 养生养颜都能做到 其实中国人 还是非常讲究吃的 这个吃不光是 要讲究它的色香味异形 同时呢更讲究养 是不是养生 是不是养颜 对 自己的体质适合吃什么喝什么 不适合吃什么喝什么 这个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对对对 从中医的角度讲 就是很多很多这个 我们讲这个长寿的人 他都很了解自己的体质 对 根据自己的体质 选择相应的食品啊 或者是这个 要食通缘的东西 是 做日常保健 这样的我们才能 就是一样天年啊 对 对对对